今天收工很早 兄弟三个人就拿着挣到的钱 步行十几公里 来到了坦桑尼亚最大的生活用品交易市场 这里很繁华 出售的商品也很齐全 只要有钱日常所需的生活用品都能买到 但是他们仅仅只有一美元 他们唯一能买到的就是磨好的玉米粉 两公斤的玉米粉 花掉了他们三分之二的钱 随后他们来到一个卖蔬菜的摊位 他们想用剩下的钱买一点蔬菜 如果只吃这些玉米粉对他来说 没有问题 但是弟弟妹妹需要补充更多的营养 他很担心剩下的钱不能够买到任何东西 他和老板谈了很久的价格 最终老板答应低价卖给他 他对记者说有了玉米粉和这些蔬菜 足够他为弟弟妹妹做出一道美味的食物了 回到家后 哥哥们就匆忙地开始做饭 虽然他们早已经习惯了自己生活 但在每次做饭的时候 依然会想念起妈妈 孩子们对妈妈的怨恨 渐渐地变成了对哥哥的依赖 三个哥哥 看着四个弟弟妹妹围坐在一起吃得津津有味 这是他们在一天当中最期盼的时刻 他们只会选择弟弟妹妹吃剩下的 或者是不吃的 因为弟弟妹妹比他们更需要 这来之不易的食物 夜晚在他们的期待中降临了 只有等到睡着了才不会感觉到饥饿的存在 简单把木板拼凑到一起 把麻袋垫到上面 这就是他们的床 这个简易的床虽然没有一丝的柔软 但所有的孩子能够躺在一起 就是他们一家最幸福的时刻 哥哥说虽然没有父母的关爱 但是他们七个兄弟姐妹能永远地在一起 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第二天早上 兄弟三人早早地来到了专厂想接着工作 但是老板很遗憾地说今天没有活让他们干 他们不敢有片刻地停歇 立刻出发去下一家碰一下运气 但是结果同样糟糕 老板说雨季即将到来 这里所有的专厂都已经停工 他们今天没有找到工作 必须想办法来解决今天的饥饿问题 但他们能想到的唯一办法也只有水了 他们拿着工具来到了河边 这条河因为干旱 里面的水也所剩不多了 并且里面绊杂着很多动物的粪便 流出来的水看上去很清澈 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有多少污染污在里面 看上去他们似乎一点也不在乎 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 想解决饥饿问题 这是唯一的办法 弟弟妹妹再不情愿地喝着哥哥带回来的水 突然第三个孩子拿上东西 就急匆匆地出门了 所有的兄弟都不知道他要去哪里 要去做什么 不行很久 他来到了一个村子里 他很胆气地站在那里 像一位老人祈求食物 看着他可怜兮兮的眼神 最终一位年轻的妇女 为他拿来了两块红薯 在接到红薯的同时 老人说不要再来了 因为他们也并不是很富裕 他把乞讨来的两个红薯拿到家 分给弟弟妹妹们吃 这是孩子们今天的第一顿饭 眨眼之间 碗里的食物被一抢而空 他们在回味地 舔着手指上残留的食物 这点食物对于饥饿的孩子来说 显然不够 哥哥很愧疚 他只要倒了两个红薯 但他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每当哥哥难过的时候 就会在地上写字 虽然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 即使现在很贫穷 他们也有自己的梦想 他想成为医生 老师 想养活这些弟弟妹妹 让他们住上温暖的大房子 过上一时无忧的生活 关注我 带您看更多精彩纪录片 关注我